我們跟B做的啦 他們說A是這個,B是這個啦 那你把A加B的平方展開的話,會變成這個 那K多少? 把它展開以後能夠變成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AB等於BA 為什麼?因為你這個把它展開,這是A加B 乘以A加B 那你用分配力展開的話,也是這個乘以這個 是A乘以AB 這個乘以這個,加上EA 那這個乘以這個,加上AB 那加上B,有沒有 那你這兩個字出來能夠合併的話 是因為AB等於A 所有人都知道,AB要等於VA 我們看AB AB等於多少呢? 1,2,1,3 這是3,2,1K 所以這樣多少?這樣是等於A 這樣多少呢? 3,這是5啦 這樣的話是2加2K 這樣的話多少呢? 是3加3是6 這樣的話是2加3K 那你這呢? 那你們看喔 它這邊是等於3 2,1K 1,2,1,3 那再一層的話 這是5 那再一層的話 6加6,12啦 那再一層的話 是3加3K 那我們看,我們弄一個,這一樣就可以了 22加2k 會等於12 所以k 應該等於6,k 應該等於5 驗證看看,你帶5下去等於6 這個是一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一樣沒有錯 這個解出來的話是5 那我把它代替你看看 代替你看看,5加1要幹什麼 所以k 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k 的話就等於5 所以k 的話就等於5